外形细长娇小的白玉萝卜 外表白净就像是从土里长出来的白玉 因此有白玉萝卜的美名 白玉萝卜是美农特有的小品种萝卜 百年前由日本引进 口感细致扎实 带有淡淡的萝卜香味 美农的白玉萝卜非常的清甜 不管是煮汤 腌制 还是我们做各类的凉拌 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它纤维比较细 比较嫩 所以这个做料理 做汤的话 15分钟左右到20分钟 都入口即化了 差不多11月中旬到1月底 品质是最好的 三面环山的美农 造就秋冬独特的气候 栽种的白玉萝卜清脆鲜美 每年都种植白玉萝卜的农友 刘汉堂表示 拔萝卜也是有技巧的 超级三公分以上 这个萝卜是最好的 都可以拔了 顺着力量往上拔就可以了 突出来越高越长 这萝卜又表示越漂亮 白玉萝卜是美农秋冬限定农产品 采收期只有半个月 保存期限也短 随着疫情趋缓 美农区也会配合产季 举办白玉萝卜节 美农一年一度的白玉萝卜节 好像11月19号就要开幕了 个人也好 企业也好 团体也好 都能够来美农 认股 来拔萝卜 来吃我们的客家美食 去走美农湖 然后来吃一下板条 如果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体验一下农家乐还不错 有别于往年 今年将结合美农花海 让游客在风景优美的环境 体验拔萝卜的乐趣之外 还能欣赏花海之美 新唐两台电视李眷荣方雅贤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